电视剧《使徒行者》开拍第二集 这天更举行圣诞发布会 不过演员已经不是林峰 蛇诗曼 而是周柏豪跟黄翠如啊 你们怕不怕有比较啊 故事完全不同了 还有这次我们很多人也有不同的角色 我们也会很努力的把上一集的努力 希望可以接下去 就算不说演员班底 但前一集《使徒行者》口碑甚佳 而且收视高开 你们多多少少也会有点收视压力吧 压力不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身上的压力就是 可以好好利用自己的时间 因为我知道他现在一边拍《使徒行者》 一边拍另外的电视剧 然后我觉得他的压力就是这样 那个时间表太满了 你也是你现在准备你的演唱会 对演唱会 所以我们的压力就是我们的时间表 其他的压力就留给其他的部门了 戏里面连场激战 就是我第一次 还有就是跟崔武 有一些动作 也就是有爱情在里面 就是没有啊 就是在现场跟武士指导他们一起去研究 然后幸运就是平常自己有做好多的运动 所以就那个pick up方面就不是太难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动作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从小到大很喜欢看一些的武打的一些电影吧 所以这次能够自己当当一些的动作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听你们这样说翠如就是主力发展感情戏 没什么打斗戏咯 一点点没有很多 因为都留给很有肌肉的男生 博浩跟Ben在里面也应该挺性感的 在电影里面我就没有Ben那么厉害 在里面有一些的性感的演出 我就没有太多 我就是比较装酷的那个内心的 然后演唱会就还没知道 演唱会一直在排练 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就见到你们 练出一身肌肉不秀一下也太浪费了吧 香港报道